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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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如果抽不中想要的東西 可以重新再三百年抽 不斷循環 換句話 即是無限三百年抽 跟大家說說如何無限三百年抽 風小抽的排名不太高 所以我要不斷抽 當我們抽了這三十次的十年抽之後 大家會看到有重置選擇召喚 即是大家最後不適合的話 就可以在那裡按下去重置 在這位置接受後 就會出現任務叫特殊資格 我們的特殊資格只需要在草原打50隻小怪 就會設定了再抽三百年抽 打完50隻小怪 直接回到後會問問NPC 問兩個NPC 我們就重置了 就像大家現在看的一樣 按完確定 我們又可以再來三百年抽 跟大家說說 究竟在三百年抽中有什麼角色 即是...大概說是首抽 有什麼角色叫做不錯的呢 如果說在排行榜方面 現在這隻悟空就一般了 因為剛才也跟大家說過 在上一段影片 暗悟空比較好 如果說在這個位置 大概大家看到什麼 就可以叫做開局 大家可以看到沙漠...火沙... 火沙漠雷王 是OK的 這個水美人魚就不OK的 水美人魚的排名也算是比較厚的 我看看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仙人啦 水仙人方面是OK的 看看現在這一隻 海盜... 海盜來說 這隻風海盜就不太好 對啦 繼續看吧 其實我在上次的抽蛋是OK的 包括火級血鬼是OK的 以及風級血鬼都OK的 如果現在看到這隻五星 就是神秘人 風神秘人 就一般 小仙子這隻 當然是三星其實可以用的 不過這隻就不太好看了 再跟大家說說 有什麼是OK的 水仙人呢 水仙人方面是相當不錯的 無論是PVP 現在我們又抽到風小丑 風小丑排名是比較厚的 就算是T2左右 這也不是特別強勁 我們再看看 咦 這隻風雄貓就可用了 屬於T1 如果T0那些 基本上都是光暗 大部份都是光暗 所以不用管 新手手抽 剛剛說過 風雄貓也OK的 我們繼續抽吧 看看會中什麼 這裡是卡烏格 卡烏格應該也不錯 不過要暗卡烏格 但現在這個詞是沒有暗卡烏格的 水小丑方面就... 簡直是有點嚴重的 水小丑不要想了 雖然五星也不太出眾 所以都可以不用留意了 剛才跟大家說過的就是火沙漠女王 火沙漠女王有沉默 然後傷害亦非常高 所以如果有 大家抽中的話 都可以開局了 好了 回到我們繼續看一看 現在還會中到什麼呢 其實抽打馬面其實挺好看的 我自己忍不住抽了三百年抽 都真的在這裡慢慢看 不過你抽得多的話 就開始會跳過了 另外跟大家說 如果還有什麼五星都推薦的話 就一次過介紹一下吧 剛才說過了 水貝也不錯 水仙人、水貝 風級血鬼 以及火級血鬼 然後是風豪貓 然後還有風美人魚 以及南瓜五星 都可以的 PVP 也是非常好用的 直接來繼續抽蛋 這個位置也抽不到什麼好東西 看到水卡烏鴿 還有這個... 哎呀 抽了 對了 四星還有什麼呢 好 我們來吧 這裡有兩條柱 這個就是費蘭肯 影子收割者 也是費蘭肯的 其實... 哎呀 功夫貓 功夫貓四星 剛剛看到風的那隻是可用的 如果大家有的話可以留意一下 對了 這個位置是快女 然後就是元素 另外 風小仙 以及水鳥 都可以用的 也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說一些... 三四星的卡 其實都是有作用的 你不是說... 一開始很難說 儲齊五星 或者其實每隻魔靈都是有用的 但只是看它如何配搭而已 剛才跟大家說的就是一些更加好用的 即是這些功夫貓 功夫貓方面 它的輸出是非常厲害的 四星來說 剛剛那隻功夫貓 絕對是一隻非常強的輸出 影子收割者 然後是火亞馬遜 水的影子收割者 然後就是這個費蘭肯 都抽不到什麼好東西 我自己是火沙漠女王開局 但我建議大家 如果大家是水仙人 我覺得應該不錯 有水仙人你也可以直接開 不用再抽 當然 你真的可以抽到一隻自己最喜歡的才開局 始終這300抽都任你抽 好啦 我們這段影片就先到這裡了 下段影片再跟大家說多一點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段影片 第二天 將影片 請我們下段影片